你每天按时间赛跑 摩根陪伴你 你每天忙于工作 摩根陪伴你 当你用心生活 摩根用心守护你的资产 在纽约 在全世界 在你面前 时刻用心 成就人生的多头格局 摩根基金百年用心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音乐灵极限 上个星期呢 我们真的是相谈甚欢的一个团体 然后我们真的太多太多 他们这个团太有内涵了 我们都介绍不完 所以我们这个星期要继续跟大家介绍 考秋勤 大家好 我是考秋勤范姜 大家好 我是Hialin Hialin 因为我的台语太烂 到底Hialin什么字 就是我的初号叫Fish 然后我姓林 所以叫Fishlin 他语叫Fialin Fialin 哦原来是这样 我以为真的是有一个什么特别的意义 不然你记Fialin也可以啦 Fialin 好这样我想大家都不会忘记 OK Fialin 明白 Fialin Fialin就变客家台语 好我们下个星期跟两位谈到很多 发生了什么事 这样讲大家会这样 谈到很多你们的新专辑 这张专辑叫做发生了什么事 里面许多曲子还有一些创作的概念 还有合作的一些音乐家们这样子 那嗯 我想要跟两位谈 因为我们一直都很好奇说 第一个是考秋勤这个名字到底什么意思 就可以讲吗 看你们节目的尺度 我们没有尺度 我们没有尺度 你也可以骂总统 我们都没有问题 哦太爽了 就把它当绿色和平这样 嗯 我可以说是紫色和平这样 哈哈哈哈 然后考秋勤的意思其实是用台语发音 就是取一个歇音 嗯 然后懂的人一听就知道 是打手枪的意思 哦对对对我有听过 靠秋勤 哦不懂 考秋勤 靠就是一种动作 就是手部的动作 秋勤就是手枪的台语 哦真的哦 对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这样非常简单 好这尺度也还好啊 有没有更劲爆一点 还好啦我们有路过比较那个主持人比较劲爆的 就一直问 问一些那个 更 就是我只问你打手枪的时候会不会用卫生纸 类似这一类的 真的假的他是男生还是女生 男生 那还有什么好问 而且是线上的节目 哈哈哈哈 他可能不知道要问什么 我也不知道要问这些 对啊好奇怪哦 嗯 是 因为因为 真的是 就是我觉得好虽然那个团名这么有趣 可是其实你们里面的音乐的一些内涵 我觉得是真的蛮够的啦 就不管说是歌曲本身或者是歌词 还有制作上面 很多人很多一听到这个团名就说 哦 团名那么低级 唱的东西一定也很低级 那时候团名是谁想的 因为我知道是两位发起 发起烤秋情这个乐团 一刚开始是烤秋情这个名词是我先讲出来 然后中文的选字是范江选的 哦 所以两个都有份 对 就我们两个边聊边讨论出来的 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啊 一刚开始是 我之前是大学念北科大 然后范江是念福大 然后那时候北科大有个社团叫街头文化社 然后就是在 呃就是在玩hiphop的一个社团 然后里面有很多元素就是 DJ 饶蛇 然后街舞 然后包括滑板 涂鸦都有 还有直拍轮啊 对对对 反正就是街头文化都在里面 然后那时候我就是 饶蛇组的 组员 然后那 然后那时候 饶蛇组 那时候就 呃 那时候我们设的一个大佬 我就觉得 饶蛇不能只是让歌词创作 我应该要还是要懂一些音乐创作比较好 所以就找了一个老师来教电脑编曲 然后刚好我跟范江在一个活动认识 然后就跟他讲这个讯息 然后那时候他也对电脑编曲很有兴趣 而且不用钱 对 真的吗 那我也要去下 然后就在我们学校的社团一起玩 然后就那时候就认识 然后后来就觉得有一些创作里面还蛮合的 然后就弄了烤秋型的团出来 一开始是为了那个社团的 那个期末公演那种活动 对 然后后来因为SARS的关系就没办 但是我们这个团没有因为SARS而结散 就想说 好团都成立了 就继续把它做下去 嗯 继续报比赛了 对 然后可是后来怎么样吸收团 其他的团员呢 我们一开始第一年的时候 就是2004年成立的时候 对 就只有去比了一些活动这样子 那时候就我们两个人了 还有另一个主唱 总共三个人 那时候其实三个主唱 03年 对03年的时候 三个主唱 然后去比赛这样子 然后另一个主唱 他因为他要考研究所什么 他就说他要理团了 所以剩下我们两个人 然后我们后来04年的时候 入围了海洋音乐机 就运气很好 然后要去比初赛 然后都觉得说我们应该要 人要多一点 因为只有两个人 那很单薄啊 因为你看其他 其他乐团都有什么 鼓手啊 什么乐手什么的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稍微 对 豐富一点 所以我们就找到了一个 那时候我们有 其实我们那时候有那个 因为我们跟人家学作曲嘛 我们也希望教人家作曲 所以我们有开一个小班 然后教人家 已经这么省了 教基础而已 就是怎么样应用而已 可是要怎么用 你还是要自己去摸 我们只有教你怎么样 操作那个软体而已 然后呢 那时候来上课的有一些是DJ 所以就吸收到 我们现在这个DJ 这个团圈就小J 这样就第三个人进来 然后我们三个就去比海洋音乐机了 然后结果还入为决赛 嗯 然后可是没有得奖就是了 那就入为决赛 可是那个震撼力很强 因为台下人非常非常多 对对对对 三万人就 哇 那个 你才曾经一年 你就看到这种情境 就是那种 整个气势就你知道 就心情就很好这样子 然后还到了05年的时候 呃 因为小J 因为那个活动之后 我们认识很多其他独立乐团啦 然后小J有一次去帮 另一个乐团叫教练乐团 我们跨道去当DJ这样子 然后因为这个活动 他认识阿姬 阿姬那时候吹索娜 对 阿姬说他 他才路 你们在路边发现他 然后就找他来出传 没有也没有说路边 这个活动 小J发现他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他去 那个Fish他去当兵了 嗯 Fish他去当兵 然后 结果还是维持三个人 那时候是 对 那时候是先找他来 帮我们就是 录一些小东西这样子 因为刚好上一个客家的节目 然后就一起去这样子 然后后来呢 就 他就觉得说 他有一个同学 他可以一起带进来 就是我们另一个索娜所 叫邮宝 我怎么觉得你们 好像那种直销公司的感觉 对 就一个拉一个 对 一个拉一个 对 然后到最后就变成 两个索娜所这样子 那两个索娜所 就是有时候两个同学 吹索娜 有时候一个吹索娜 另一个是敲锣打拔 就是乐器会交换这样子 你们那个乐器 真的跟人家的乐团很不一样 怎么会有一个团里面 有两个都是索娜所 人家是一个乐团 两个吉他手 嗯 觉得很正常 因为有的歌 他两支索娜吹出去 他有那个气势会差很多 北管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北管阵头的那种感觉 所以那个要两支索娜吹出来 那个至少要两支 才有那个气势 一支都很单薄 所以后来他退伍之后 我们就五个人就 做到现在 对 那是中间都没有吵架或意见不吵 因为你们大部分都是共同创作 对 等于是可能 你们歌词也是会混着写 因为有的时候客家语 我忽然转到台语 基本上我们都是写自己的母语 嗯 所以 比较麻烦是有时候搭枪 他 可能我要帮范姜搭枪 然后他是唱客家话 他有一些发音真的很难 嗯 有一些客家的音就是有那种拙音 嗯 像是 过来了来了来 就是 一般一般人刚开始念 就是讲来 他说不对是来 对啊 就是要磨很久 但是久了之后你就觉得 会抓到那个 那个美感在哪边 嗯 但不会要求到说 一定要念的超级精准 因为他也不是客家人 你要求他讲的超级精准 就是一个 你知道也很奇怪 我觉得就是 让人家感现出来 那种民族的那个 就是不同民族的融合性 就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玩的 就比如说 他也是会叫我唱台语 因为有些台语真的很难念 对 不是我念得出来的东西 像 然后念念我就跟他说 不行 这我放弃 念出来整个效果都不好啊 对啊 然后我就说我搭别的 那我的好处是因为 其实我们早期电视节目 只有台语节目 跟国语嘛 没有客家话的 所以我爷爷每天 就只能看台语的节目 哦所以你台语 所以就是看上去看 就自然也会讲一些 简单的话啦 没有到很健身的 对啊 发音不一定准 但是至少会讲一些这样子 所以 有像我 我之前觉得我自己很无聊 我干嘛要写一个歌 这个模式 就是说 干嘛要写这首歌里面 台语又有国语又有客家 然后一直在转换系统 对 然后就觉得脑袋一直在转换系统 这样子 其实这样有一个好处 因为我可能听第一遍客家话的时候 我不太知道他在讲什么 然后他可能有一些国语的词 我就大概知道 哦这首歌在说什么 然后后面听客家话的时候 也会比较容易进去 嗯嗯嗯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的 对我来说啦 对我这种语言白痴 来说 诶那你们一起制作的过程 像你们里面说 有找到日本的朋友去混音还有编曲 嗯 怎么会这么的国际化 是什么什么什么因缘忌讳 那个日本的朋友是在网路上认识的 哈哈 我们其实是很老的朋友 然后我们 我们第一次在日本的表演是他帮我们安排 嗯 然后是他他主要是玩电影 嗯 对很很很风趣的一个 一个大哥哥这样 比我们大哥几岁而已 对 大概三五左右 对他在日本还算是 蛮有名气的一个制作人 嗯 非常有才华 然后那时候会帮我们 做这首歌 其实我们上一张考出来 他就有帮我们做 然后做的就是很他 本行的很很电音的曲子这样 然后但是到这一张他帮我们混音 就是刚上礼拜听到的 北辰蒋古 巴布露比Remix 这一首他 我们本来想说他应该也会 再把它搞成电影 结果没想到他帮我们做成 不是叫记忆盆地吗 那是旧名字 哦 记忆盆地 你们的歌太复杂 同一首歌还有不一样的名字 对对对对 但没想到他帮我们做一个很柔的 Bassanova 他说他要打破他以往的 创作风格 嗯 所以他是做一个Bassanova的风格 嗯 然后没想到出来的效果非常好 因为我本来以为他只是搞笑 因为他 他常常做一些搞笑影片 对 然后我就觉得他会不会是开玩笑 对没进行 对啊 结果他做出来很认真 然后我自己就哇 他超级棒的 而且这首评价非常好 就很多人听到就觉得很喜欢 对因为很特殊 对啊 而且你没有想到过 Bassanova跟歌仔系融合这种事情 还要rap 从来没有人想过这个事情 这有你们大夸界hiphop团 Bassanova拿来rap还有听过 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过 Bassanova跟歌仔系合在一起 所以连歌仔系老师听到自己都觉得很妙 他去演讲的时候也特别拿这首歌出来放 因为他觉得这个是太特殊的一个东西 你能想像小蕾丽莎唱歌 好像一个歌仔系的女生在旁边这样 能跟歌仔系伴相唱歌吗 其实小蕾丽莎可以考虑一下 对 蛮好玩的 好这个 如果这个日本人下次有来台湾 或者是我有机会去日本 我真的好想认识他 好啊好啊 他很常来台湾 好啊好啊 他讲哪一国话 讲日文 还有英文 英文对头 好啊有英文就好 你放心啊 你跟日本人讲英文 我还想说 你是占优势 你们是不是也会讲日文 噢我要投婚了 你们语太多 我们日本都有讲一些白痴蛋资 就是咀嚼一些影片里面选 就是说OTAKU之类的 OTAKU就是宅男 嗯 或者YAKUSA YAKUSA是黑棒 我都不知道 然后就这个哞就可以玩非常久 就是可能一次聚餐 然后讲YAKUSA是这样的 可能讲个50分钟 一直讲YAKUSA 就是每年玩都玩同样的哞 都玩很开心 都玩很开心 好 好 那下次有機會再認識一下 然後我們再放歌給大家聽 介紹大家一首 我想要聽那一首 詐騙集團 剛剛有講到說北館的氣勢 這一首歌你就可以聽到雙索納的那種震撼 對 人工閃閃 點錢點你個錢 有馬該放發納你個錢 一下下國做幾個官員 一下右下告你轉台簽 全部請搶搶 不管你有幾度簽 還有幾度簽 信眾六嘆全部變做幾個簽 有馬該發肚 警察也沒發肚 幾個會員 遍佈了世界各處 做某個年 白的結識青 應該還是你 因為他沒留心 信眾不給你也來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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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不會比 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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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詐騙就是一種嘴 你用靈性的扭定 去騙你個親 去騙你個藝 你個藝 你未記 某一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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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 有傳出新的詐騙手法 大家請呼吸 你不信你就只知道解決 這是有門口開 成本要看一百 不用講到是有和尺 你也可以誰 這樣進去吧 是你自己麻煩 我只能睡在這等 但你只能走你來 我對方的選舉 你是不是重點報 人權都記簽在哪個中的消毒 拍到的手都是不斷的一步 一步一秒一步 替你手感打拖拖 我會有打的你叫 現在就這麼吃 誰有五百 保你給這四命 全都好嗎 我呢全圈成了七七八八 你給我給我一生一種好會 已經不付了 偏出帶到早起 我五年去找也沒辦法 一世人竟然沒路 一順一條四個口 心中百分 高高最好酒 起了哪這好 走你一團 走你一團 都是大分奶奶 沒蛋糕 三邊集團 三邊集團 嘿 你的聲音用不韓債 三邊集團 三邊集團 難沒參加 也該吵架魔菜 三邊集團 三邊集團 你又靠我 你就試看看 三邊集團 三邊集團 你不要再好難 別再好難 三邊集團 三邊集團 你不要再好難 別再好難 三邊集團 三邊集團 你不要再好難 別再好難 三邊集團 三邊集團 不爽的人 給我唱出來 三邊集團 三邊集團 不只大腿奶奶 別再看 三邊集團 三邊集團 嘿 你的聲音用不韓債 三邊集團 三邊集團 來 摩擦你幹嘛 該吵架魔菜 三邊集團 三邊集團 你又靠我 你就試看看 三邊集團 三邊集團 不只大腿奶奶 別再看 三邊集團 三邊集團 嘿 你的聲音用不韓債 三邊集團 三邊集團 奶 摩擦你幹嘛 該吵架魔菜 三邊集團 三邊集團 你不要靠我 你就試看看 三邊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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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於 Jim